工地裡一群人圍在一起 下一秒中間兩人爆發口角衝突 上演全舞行 同事健壯立刻上前制止 將兩人分開 事發在十七號中午十二點 桃園內利區中原路上的一處建案工地 當時衝突發生時 一旁錄影的同事還不敢直接拍攝 生怕被波及 而五十八歲的白姓男子 和五十六歲的烏姓男子 前前就因為乘坐施工界線的先後順序 互看不順也 沒想到這次因為檳榔分配的問題 兩邊再次爆發口角 也變成肢體衝突大打出手 根據了解 兩名男子在工地裡分屬不同包商 先前就已經有隔閡的兩個人 這次因為檳榔在高樓裡上演全舞行 讓在場的同事看傻眼 雖然現場沒人敢報案 但是警方得知消息後 還是到場來進行了解 雖然雙方事後都不追究 但是警方還是通知兩個人到案說明 曾為了施工順序大吵了兩個人 這下工程耽擱 不僅要進警局 還得跟業主好好交代 下一個新聞新聞 請問黃詩涵 突然怎麼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